金色的长发,白色的皮肤,紧致的妆容,各位朋友请不要误会,这里并不是Shina Joy的Cosplay现场,你们眼前的这一位是如今日本的金牌牛郎,Roland。 Roland,虽然听到这个职业,大家心里肯定会耳目一下,但是,职业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,俗话说得好,360行,行行出状,即便是牛郎,只要你走到一定高度,一样可以非常的SKR,Roland就是这么一个存在,Roland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,高中毕业就成为了全职牛郎,如今已经从业八年了,经过了多年的历练, 26岁的他成功坐上了牛郎界的头把交椅,人称牛郎界的帝王,和大多数职业一样,衡量一位牛郎能力的标准,就是看他的营业额,谁赚的钱多,就证明谁的业务能力强,也就自然是店里的头牌,凭借着自己俱美的外表,以及各种甜言蜜语,Roland将近地光谷的富婆门迷得晕头转向,毫不犹豫的在他身上疯狂撒钱, 曾经创下了三个小时狂撰1000万元60万人民币的记录,更是有土豪死忠本,一个晚上就在Roland的身上砸掉了3000万日元180万人民币,这个记录简直够他吹一辈子,作为夜店中的No.1,Roland的收入自然不俗,年收入高达3亿日元,占全店牛郎交易额的三分之一, 一个月可以从交易额中提1000多万日元,月薪60万,此外,Roland的生活也是非常奢华,一方面是人家炸的多随便花,更重要的原因是要维护好自己会是王子的高贵形象, 万一被顾客发现自己的品味楼自己形象就彻底瓦解了,因此,想要获得丰厚的回报,一定要很下心对自己投资,几万块的手表说买就买,随便逛逛街,就全款支付,为一辆来撕来撕,住的地方更是一把就两万多人民币的五星级酒店。 如今,Roland更是成为了牛郎店的董事,一般人已经请不起他出山了,想要见他一面至少要花个几万才行,除了牛郎店的工作,他更是进去了其他行业,成为真蓝作家和模特,经常健身的他身材更是美得说,在此之前,他还来过中国拍摄写真,画面中的他和身后的长城,形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形容的违和感。 总之,Roland的无疑已经达到了牛郎界的顶峰,不仅是他,业界许多牛郎都过着和他一样的奢华生活,只要能力到位,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可以飞黄腾达。 哦,但是各位男生也不要这么急着订日本的机票,想要在这条大路上走上成功,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的,你必须要掌握核心要领,很简单。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,玛丽苏,英俊的外星可能大家已经想吐槽很久了,为什么日本的牛郎造型,一个,各都这么的喜剑吹,就连理发店的挑女老师,可能都没有他们造性夸张。 其实,这也是投其所好,要知道,日本本来就是全世界最中二的国家,使多少个美女的美好形象,其实都来源于漫画人物,五彩斑来的发色,明亮有神的双毛,白皙顺滑的肌肤,这简直就是玛丽苏故事里面男女主的标准设定。 虽然在我们看来就像是cosplay,但是对于客户来说,这就是他们的梦啊,那一刻,他们就是漫画中的女主,所有帅哥都喜欢她的钱,围在她的周围。 因此,不管你的长相如何,都不要紧,毕竟日本的化妆术,也是东亚四大邪术之一,可以逆转乾坤,但是,你的发型绝对要到外,绝不能像外面的那些庸脂俗粉,一定要有个性。 这也是为什么牛郎不经意的陪人喝酒,上床的原因,如果不是客户杂重金,强行要求,他们不会提供性服务,就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客人心中的美好形象,一旦提供赔税,就变成了卖颜党,在客户心中的地位,一落千丈,再也不是他们眼中的玛丽苏男主,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日本严禁外国人从事牛郎业务, 如果真正进化毕业的帅哥们来了,让这些本土男主,情何一堪,强大的个人魅力,那么问题就来了,为什么同样是卖东西,女客户们愿意在他们身上疯狂砸钱,而同样是洗剪吹的丘女老师,让我们半长假都让,人烦得要死,原因显而易见,语言的魅力,做牛郎,外表并不是最重要的, 最重要的是你的个人魅力,只有蛇菜莲花才能将远顾客迷的神魂颠倒,在牛郎们的眼中,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,无可比拟的魅力,让你重新拾起对人生的信心,因此,对所有牛郎来说,会说土味情话,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技能, 你脸上有点东西,什么东西,有点漂亮,为什么要害我,我怎么害你了呀,害我那么喜欢你,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,怎么了,怪好看的,是不是狠图狠重吗? 但是不能否认,这些话听着就是让人很开心,越不真实,才越像梦境啊,与此同时,丘女老师们又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呢? 你这个发质有点差啊,你这个发量有点少啊,你这个发型不适合你,显得你脸大,坐在椅子上的你心中本跑过一万头草泥马,听完他说的,感觉自己基本上就可以放弃治疗了, 还半个屁的抢啦,绝对的自信心想要做到面不改,紫心不跳,都为情话张口就来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想要成为玛丽苏男主,自己先要舒服自己,魅力非凡,才能让别人相信,只有这样,见到女客户之后,才能自信满满的去搭讪,好不尴尬,不要幻想着女客户会喜欢高冷款,人家就是因为需要心理安慰才去牛郎店, 哪有心情看你摆着个脸,这就需要牛郎从内而外具备着,超乎常人的自信和野心,比如曾经日本歌舞伎丁,的头牌牛郎成笑人,他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壮志铃鱼的话,不想拿到宇宙第一的男人, 拿不到世界第一,想要得到世界第一,只能得到日本第一,想要得到日本第一,最多也就是东京第一,既然如此,我的目标就是宇宙第一,而Roland之所以选择住在五星级酒店里,也是因为酒店阳台就可以看到东京塔,或去东京塔是日本最高的建筑, 所以Roland才选择住在这里,因为他也立志走到牛郎界的最顶峰,如果现在想有牛郎超越他,可以考虑搬到东京晴空塔的附近去,而Roland的志向也十分远大,他说自己人生最大的目标,就是让全东亚的女人都感到幸福, 只有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足够高,才有机会走到牛郎界的顶峰,因此,只有达到这些标准,你才可能在牛郎界后的风生水起,让女顾客们纷纷掏出钱包,有些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个行业的存在,但我们之前也说过,日本是一个男女地位差别较大的国家,对于每天负责料理家务,不受丈夫重视的妻子们来说, 被一群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关心和爱护,简直就是他们的精神毒品,根本就无法抗拒,不少女生为了能支付得起牛郎的费用,宁愿下海卖营,花钱有男友,以此来填补生活的空虚,真是优惑与危险的结合体呢,这么一想,是不是觉得更加马力酥了? 不过,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有多么轻松,所有的服务行业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竞争激烈,不管魅力再怎么打,牛郎这个职业还是要吃青春饭的,即便是马力酥,一直看着这一个男主,也是会逆的, 从牛郎的每月排行榜就可以看出来,排名一直都在变动,只见新人笑,不见旧人哭,在这残酷的行业,依然遵从这优胜劣汰的法则,留给牛郎的时间是很短暂的,如果不能尽早爬到上面,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, 不过,这些人也不用太过担心,日本人像知道如何将人的价值开发到最大,如今,日本又流行起来,大叔租建项目,许多女性都十分乐于建一个陌生大叔,来向他们吐露心声,哭诉生活中的不如意,希望得到大叔的开导,见到人生的困惑,对于上了年纪,又温柔体贴,懂得安慰人的男性来说, 这也不是唯一一个好的职业规划,不过,那些做到巅峰的牛郎,也不用考虑这些,几乎每个人退役后的发展都十分不错,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,会说话的男生,不管什么时候,都是招人喜欢的。